这是我的身份证,马顺平,叫了三十多年了,88年就开始叫了。 这是我的名字,我只不声就叫这个名字,他偷手之后他也不关着我,现在我还叫马顺平。 到底谁是马顺平呢? 大家前面看到的这位女士和电话中的女士是一对亲姐妹,但两人都说自己才是马顺平。 那么究竟谁才是马顺平呢? 马顺平这个名字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今天两姐妹中的妹妹来到了节目现场,为我们讲述发生在她身上的离奇故事。 我承诺我在现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如有不实,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马顺平。 请说说您的诉求。 三十多年前,我和我的姐姐换了名字,导致了我一系列的烦恼,我想找回我自己。 马女士,53岁,北京人,求助类型,民事纠纷。 你是妹妹,对吗? 对。 你们之间到底谁是马顺平? 您先让我们观众朋友了解清楚。 三十多年前,我叫马顺兰,从88年的3月30号,因为我结婚年龄差了几个月,就跟我的姐姐商量。 父母也商量,说使她的名字去结婚。 改了,改了。 那时候多大呀? 88年的时候,我应该是周岁是20是21,翻差俩月。 当时是跟姐姐这么商量的这事是吗? 商量了,并且还让她去我的那个南方那头去证明一下。 因为我们俩互换这名字,当时结哨的时候我叫顺兰,等着说弄户口的时候又叫顺平了,人家也不放心,说还是让你姐姐去一趟,证明一下你们俩互换名字这个事,她愿意不愿意。 专门说明了一下这个情况。 对,我姐姐当时就去了,她跟人家南方还有媒人也说,愿意也说让我用她这个名字,然后并且当时给了她三千块钱。 针对马女士的说法,记者前妻也联系到了姐姐,对此,她有不一样的说法。 我都不知道,不知听一听,我在外边打工的,父母年老了,也提过多病,那时候呀,我们俩呀,就是谁也不想再嫁了,谁要就是挽给人去了,就是挽出嫁,就走不了,因为父母有病,不忍心地走了也就。 他来就心见,出口岁数,他在哪边要提姓事,结婚,我也没再嫁,我就把这儿打工的,他就,一直他就跑过库库,连名字都不抽走了。 当时也没有想这个事,说有多重要,将来会怎么着,叫什么就是都是一个张三李四的,都是一个名嘛,叫什么不都一样,就一个蓝和一个瓶的区分嘛。 也没有想以后的很多事,父母也没有想,姐姐也没多想,对,她也没有多想。 我还是有点困惑,按照1980年的婚姻法,但是规定就是,女方啊,年满20周, 就可以登记结婚了,然后正好在88年的时候,应该是按照您的身份信息显示,是7月1号,您就差两个月,那您就差两个月的时间,不需要。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嫁的那个房山那块农转费,他们占地,说要董节户口,怕这个,说赶紧弄户口,就这么一个弄的,您就着急,要把那个身份证给牵出去。 其实要知道大事有这个 真的不会那样去做 我想那换的话 即便是要换 也肯定不可能说只是简单的 你用我的名字 我用你的名字 身份信息也得改 就是把身份证 整个这个信息就都换 那肯定要到相关部门去换 你不可能在家里换 我就下户口的时候 就把他的户口下走了 是他的户口 是他的名字 其实结婚是我 不需要去相关部门 做什么信息的调整 只是你用了他的户口 就过去了 随到这个婆家去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前期采访中 马女士告诉记者 她比姐姐小两岁 但这次的换名事件 让她变成了姐姐 姐姐变成了妹妹 在这之后 两人就这样相安无事地 过了二十多年 那么既然之前 没有发生任何争议 现在为何又出现了分歧呢 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在84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家吧 属于是三家孩子 组成一家 我哥哥是我父亲 先前那个老伴的孩子 我妈家这边来呢 就带着我这个大姐 还有一个姐姐 亲生的只有我和我这个 打官司这个姐姐 84年来 我爸爸呢 就自己做主说 把老家那房子来 给我哥哥了 这个房子来 给我跟他 我们俩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呢 等在93年要缺全了 我父亲就建议说 南边还有地上 说让他再盖去 让他这一半的 我给他四万个钱 这给我这房子 也就是本来是让你和姐姐 一人一半 但是呢 另外还有地 说可以让姐姐到那边去盖 你给姐姐补偿 是这意思吗 对对 当时姐姐同意吗 同意啊 那会四万个钱的 还特别管用呢 对 那时候还讲万元 所以你确实是 当时就把钱给了姐姐了 是吧 对 姐姐是另外去找地方盖了吗 盖了就在我这个院的 前边平了一块地儿 挨着呢 挨着 对 那这不是商量好的吗 当时有写东西吗 84年的时候呀 我们俩一人一半 这个写了 是让我们村的一个人 给代理的 代理写这个东西了 等到93年的时候 不是说就给他四万块钱 算我的了吗 这个没有写东西 就是给他钱了 我们在转换 转换